大家好,我是嘉禾、残疾及特殊需要团队的语言治疗师之一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系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听力障碍和听力西查的重要性 听力西查是体检的重要的一部分 早期的听力西检有助于及早发现和言语发展潜在的问题 对于老年人来说,定期进行听力测试都有助于防止随着年龄增长 而听力突然下降或持续恶化的机会 是嘉禾,我们的目标就是从社区外展 提高大家对听力健康和听力检查的重要性的认知 我们在这里提供议测检查 听力西检的服务、基本坐听器维护 和沟通伙伴培训班,最后还有转介的服务 耳朵的结构分为三部分 包括外耳、中耳和内耳 首先我们讲一下外耳 耳朵可见到的部分称为耳确 它是负责将外面的声音传到耳道上面的鼓膜上面 令到鼓膜去震动 第二部分就是中耳 鼓膜和中耳股里面的三个小骨头连住 透过震动将声波放大 然后传送到耳朵里面 耳朵最内面的结构都称为耳耳 耳朵由耳朵组成 在耳朵里面排着很多的无细胞 无细胞受到刺激之后 就会送到大脑进行分析 虐听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是感阴神经性虐听 第二是传到性虐听 第三是混合性虐听 虐听也有很多不同的级别 从正常、轻度至重度虐听 首先讲一下感阴神经性虐听 在这种虐听里面 声音是可以传达去耳耳 但是耳耳的功能受损 阻碍了正常的听力 这种类型的虐听 通常是永久性的 传导性虐听的意思 就是声音传达到耳耳上有困难 这种虐听可能是暂时的 亦都可以透过医疗的介入去治疗 混合性虐听 就是跟以上的两个情况之中有混合 虐听都有因应听力损失的程度分类 有轻到虐听的人 很难听到一些高频率的声音 例如 或者 有严重虐听的人 听人家讲话就可能有困难 但是仍然可以听到一些比较吵的声音 例如消防车的警钟 或者飞机起飞的环境噪音 也都想大家注意 患有重度或者极重度虐听的人 都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平衡的问题 跌到的风险也都会大大增加 最常见的虐听原因 就是与年龄相关的听力损失 或称为老年性耳聋 这种是感阴神经性虐听 在老年时候出现的老化现象 内耳耳窝功能退化 无细胞损失 很大程度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听力损失另外一个常见的原因 就是长期接触过量的噪音 例如建筑噪音 或者在机场附近 或者经常去好吵的音乐会 在BB的成长过程之中 如果有频密的耳朵发炎 也都可能导致听力损失 也都有很多癌症的化疗药 有耳毒性 对听力会造成一些永久性的伤害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助听器 如果有需要的话 专业的听力学家会跟你介绍 適合你需要的助听器 我们先看看这个图表 黄色显示的区域 是代表语音通常出现的频率范围之中 如果听力损失发生在这个范围里面 其实就意味着 可能没办法听到一些重要的语音 这可能会影响到 小朋友接收和分析语音的能力 有机会导致言语发展辞缓 或者对理解对话造成挑战 现在我们重点讲解一下 一些可能代表你小朋友有若听的迹象 第一 就是频密的中耳炎 可能对耳膜或者中耳的结构 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第二 小朋友在12个月大时 就应该牙牙学语 或者讲一些单字 还有对自己的名字是有反应的 有研究表示过 即使是有轻微的若听 都会延迟重要的语言发展逆程碑 另外 早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耳朵的结构 需要去到怀孕32至35周 才可以完全发育好的 如果你发现你的小朋友有上述一种 或者多种的症状 我们就强烈建议你向听力学家寻求医疗协助 进行专业的听力检测或者评估 有很多发展障碍 例如自闭症 学习障碍 智力障碍 其实都跟若听有好似的症状 如果你发现你的小朋友 在牙牙学语 或者学其他语言方面上有切换 就应该考虑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 去排除一些诊断 辅助小朋友的整体发展和成长 如果你发现自己 经常需要身边的人重复说过的东西 请考虑去一个专业的听力学家那里 做一个听力测试 及早治理和防止问题持续恶化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参加我们的沟通伙伴培训班 请关注交和的网站 或者我们的宣传资料 在培训班那里 我们会学习如何支持沟通伙伴 和若听者之间的有效沟通 和了解如何支持一些若听的人士 继续维持一些社交 和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很感谢你的时间 我期待在下一个教育系列里面 见到你